头 这装点的话 撞连点其实是目的地窖点 对 但是也是提前已经往左手边拉了 对 那傻兜那个位置其实不太安全的 对 天赋方位的话是取悦这边个人比较喜欢多带来手崩坏 偏向于空长 对柚子这边有想法吗 哇 还真有想法 这就是上来投铁追祭司吧 永年阵追祭司吗 这也太大胆了吧 那这边的话还好原生镜头没有停 机身镜头这边 哎呦 又打断了 这个洞被打断了 永泽这边感觉牵制思路有一点点小团了 那这样的话母体直接放狗 原生没停 然后洞又被咬断了 这两个洞 我的天哪 两个洞都失误了 那不是直接没了吗 永泽 这个地方进不了版 进不了版 完了 开局直接是48秒左右 直接是蒸发了一个柚子技师 这可是一个祭司啊 我感觉我最近看的孟之女巫对局怎么都有点问题 那就你跟我说这孟之女巫是个锥子流监管者我都信啊 就第一个被寄生打断洞 第二个被狗咬断了洞 就这个失误对于祭司来说是太大了 挺不应该的 我们赛前说永绵阵追不了祭司是有原因的 对 那你要没动的话你不就是一个劳神先知吗 那这样的话直接是几个 铁刀一刀 原生这脸还能救吗 切不来得及 切不来得及 其次的话柚子这边还能稍微牵制一下 但是现在不对 这边想回来捡牵 但是当场被抓住给他补到去 成仔干嘛来了呀 他觉得说已经 觉得这边已经去深追柚子的祭司了 所以说想回来自己捡个圈准备自己驱 但是直接回来本来是补不了祭司给他补上了 哎呦 天呐 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不过还好柚子这边是26起来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补这个祭司也不怎么 是 但是这个一个蓄力刀 这寄生承载寄生没带走 那你说你不带走就算了 你如果不被捕上 是不是柚子就死不了 主要还有个什么点 就是当时其实承载这边守护人 他当时并没有被捕到寄生的 他不用那么急的去回来 他不用那么急的回来去捡这个盘子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说实话节奏还是在监管者这边的 那看看下一波谁来救吧 应该是空降提前过来了 没错 那这样空降过来的话 你看厂上受伤的人 一会空降过来给一刀 机械师拿什么修呢 它主要是什么 你现在因为陈在这边补上寄生一个半状态 你背后挂去外面看下密码机的进度 只有一个人在破一个 是的 你上来先给空降补一个寄生 然后本本打到一刀 放在这边捡个盘子下来 下来 手里这边是有技能 要不然这是接闪 先放狗 本体放狗咬住柚子 咬住的话手里有一个洞 配合这个洞卡狗怎么卡 这个口可以硬吃 前面的话可以打个洞走 应该能打过去这样跟就可以了 对 单分地再还是要倒 对 还是要倒 对 这样的话柚子是被挂飞的 厂上的空降有寄生 承载没有人补 承载状态补满了 主要是什么 这密码机进度现在跟不上了 它把大段密码机现在全部花在了调整状态 还有什么 这两波救人 没有消耗两个救人位的什么道具 这样还是对于群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没错 而且孟之女巫是用本体狗抓掉了上挂飞的柚子 是的 所以说它的一个追击压迫感是不是那么强的 确实 就把最宝贵的一个狗已经用掉了 对 这边的话偷袭一下娃娃 哎呀 被偷袭掉 没办法 是 对 因为傻兜那边的话 刚刚也是摸完长仔 然后去墓地去修 他也没想到孟之女巫什么时候过来偷袭 确实 过来看一下空降的位置 补一个寄生 其实还是不太好管 不太好管的 那边傻兜那边在墓地补了一个怀表 这个道具还比较关键 是的 那这边过来 他现在想法就是不让空降驱的那么舒服 我一边这边溜达溜达跟着你踩踩板 然后这个双线操作 这边的话是不让你空降状态能调整过来 那边的话压住密码机 对于求生者说可能就是个慢性死 你现在机械师虽然是最好抓的 但我抓他收益其实是最低的 是的 这个板子 感觉信徒是被吸进去了 算是意外之喜 过来是直接放狗 但是人家下铲了 对取消 取消的话也行 反正你这个狗也咬不到 其实对于求生者说 现在唯一的好游戏是 两台遗产机拉的还算比较远 其实是给到取拉扯空间 还是比较远的不太舒服 其实刚刚如果说 这个狗取消再早一点的话 可以复刻一下切一个底牌 切个底牌是吧 不过话说闪出去也没什么用 也没啥用 对取消就取消 就很秀但没什么用 对 其实这边的话也不用着急 可以先踩踩板子 逼守末人进行一个下铲 然后省一个技能 这样的话 反而是给求生者拖了很多节奏 但是取悦的话我们也说 他一直是中后期像这种节奏的话 容易陷入一种迷失状态 所以说这会儿的话 也不能再继续拖时间 要赶紧去找手里有人了 对 迷归迷 不过确实不好追 是 这几个人确实不好追 对 看似就节奏在自己手里 对 因为你 其实他一开始追倒祭司还好 一开始要追倒机械师 你看这三个人更没法追 对 毕竟是娃娃还在外面 翻过来卡跳狗 一个蓄力楼打到了 打到 那傻楼这边直接是往红地亭放下修 那能让你修得舒服吗 不可能的 那原生信徒站住这台 那这台你就别想修了 没错 从始至终这台你就别想修了 那过来的话给空降补一寄生 然后用寄生挂住空降 那机械师应该被迫要过来救人 没错 然后外围的话 守护人修完之后新起一台 但是我感觉这个阵容的话 其实傻得的机械师 应该是不会去带博命的 对 我也觉得不会带 而且赛围如果被拦了怎么办 还有地下室 这边是提前摇表 天摇表的话不能追了 不能追了 得赶紧把这个人专心挂上 对的 那这里的话信徒站在这儿 然后机械师往那边贴 说过人只能开心机 那这样的话就看佣兵 能不能耗得过密码机了 对 这的话 这也是想到这边 也是把怀表金时间用完 这边下去 应该是正常可以把人卡半扯下来的 但是你上去的时候 能不能避免一个双倒呢 留机械就行了 对 佣兵你可以走 打谁 这个空降 他想因为这是他继承 他想绑扛 但是 但是你说佣兵 一个半重台佣兵在外面作用大 还是一个半重台机械在外面作用大 觉得还是应该是针对机械去打的 对 所以说对于穷者来说的话 其实这刀不扛的话 会不会好一点我感觉 这边外围的话修的还挺快 然后这边密码机的话 你只能控住红蝶亭那边 那这样把佣兵挂上之后 红蝶亭被控住 就逼迫傻刀和承载进行一波换位 那这波换位能不能抓住机会 是取悦的一个时机 我在想前面那一波 如果说当时是没有去扛这一刀 可能机械室也会被留下来 机械室倒但是佣兵可以活 而且半重台佣兵可以救人 不一定能活 两户万应该能弹出去我觉得 是 看看他那边怎么说 因为你现在半重台机械室在外面 没有作用 对 修的非常慢 对 而且你这边被控住了 因为卡一下狗 击倒 击倒有恐惧镇射 然后那边的话承载过去救人 然后你只要救下来之后 针对佣兵打 对 现在没有人泡密码机 这局是一个4刷局 对 而且这个选择卡得非常极限 这也会出场 甚至有个博震射的计划 感觉有点来不及了 出场瞬间有个博震射 哎呦扯了下来了 它被卡在了里面 我的天哪 这谁想得到 两个户万 白白浪费 不是 我刚在想 他为什么不切换信徒博震射呢 没想到 没想到 在第五层 这把这都算进去吧 这也在你的计算之中吗 我的天哪 这个位子我感觉是研究过的 我感觉 你感觉是碰巧 好夸张 我相信他是研究过这个位子的 虽然说空间很惨 但是好好笑 原谅我不厚道的小处声 对 因为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刚说了 博震射是非常好的选择 就差一点点的状态了 没错 那这样的话 两台密码机 S版和红电亭都空住了 怎么办呢 现在 觉得已经不太好打了 比开还没用 最关键的是 比开还没用 直接闪现把守护人击倒 然后机械师这边的话 先过一个守护人补进去 然后原生慢慢找 机械师这边肯定是 首先是修不动了 压也压不动 对 这的话给守护人补上寄身 这一把应该就是一个四抓的局了 你看这个就是不抢前锋的一个后果 是的 其实我们说了有前锋的话 完全可以去修五台的 对 这样的话 看一下傻兜那边在抢密码机 但是这边底牌已经切成闪了 看齐悦一听这个声音 放心了 对吧 放心了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他也知道你是外面多开了一台 这边的话守护人起来 在自驱信徒 但是继承在这边就跟着你 密码机也不够 就是慢性死亡 做一下最后的挣扎 应该是没有太大翻盘机会 对 博弈 还被曲悦博弈到这边也是恭喜 曲悦在第一局拿下四抓 S版出声很唱 中场第一个好像是狐狸 如果有耳鸣的话肯定不是好人 如果没有耳鸣的话 你还得再找找 对吧 这边的话有耳鸣看看是谁 狐狸的前锋 那没事了 但是狐狸这一法要做到是尽量晚点 让你发现是我 对 不过现在伸距的话甚至可以追 这的话只能比球了 对这个球不能省它 这个球感觉是有点近了 这边还有一个交互夹的机会 对直接一个翻版 这个翻版加速的拉球是真的快 不过还好因为它开局的话两组雕像用完了 这雕像虚不上 是的 这边狐狸的话也是在这边双版区进行一波博弈 对 刚才天赋方面的话也是带了张狂和底牌的 继续拉球 又到了两窗一板的区域 其实对于发财来说的话 在开局的深距被拉得很近的情况下 没有拿到狐狸的刀是有点亏的 另外这一方面的话 它其实这一局也没有在挑了 因为上半场的话 它队友这边是非一个四抓 它这一把是见谁都得抓 是的 因为毕竟也是带了一手闪现 这样的话是给到一刀之后应该是 直接闪现过板吗 这么敢 但问题在于 如果闪出去的话 如果张狂还没好还可以理解 但是已经好了 好的话这个存在感就 对你这个闪现拿完之后拉开深距 其实并没有办法能快速处理这样的情况 对 前锋的话现在手里虽然说没球了 但是依然是一个强壮的人 对 交过很快 前面尝试一个空地夹 这一块有没有一个上车的机会 这一块其实手里有做纵向夹 夹到一下 但是上车了 那下车跟车 这个车其实也不算特别长 这已经到红蝶亭 对 这个站算是一个大站了 算是个大站 反正双方在车上 你看雕架这边还很放松 歪头歪脑下车之后 直接一个雕像 我在等雕像 你在等什么 这的话直接牵了 千万不要等这个车发车 是的 这样的话也是把前锋挂上之后 这个人其实可以考虑卖的 对 但是其实总的来说 前锋这一波的牵制时间 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 但是我没必要让你开二阶 所以我根本就不来 这里的话直接一个坟场投到 这也是意高人胆大 真敢 真敢 对 我这密码机比我的命要重要 对 他这一波是什么呢 就是我全部躲掉了 我这就是锈 你让是被夹到就是弹 对 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存在感的话夹个一下 然后两下基本上就够了 对 一刀或两夹 对 前面过来 你看他要出来逼迫一下自闭 因为他通缉到九梦图的守末人 所以说他也不是很慌 这个人的话是要考虑直接卖掉吗 哇 肯定卖了 我觉得不会来救的 没必要 我这局就算平局 我就算跑一个 我都是大女士 这AC这一把的话 求人者其实压力非常小 对 而且发财这边的话 是焦掉闪现秒掉的人 就意味着一个一阶的雕刻家 一阶都不能叫雕刻家 叫椅子妹 椅子妹 对 一阶的一个椅子妹 没有任何的追击压破板 而且他这一把其实非常舒服点是什么 这个守末人正好是被通知了 就是导致了说 我ACD本来可能有点梦想 但我这边彻底就没有梦想 我彻底没梦想 而且你这个雕刻家 虽然说比邦邦的控场稍微有一点 但是一阶反场谁怕你 你看自闭刚刚有多么嚣张 对不对 这一环其实给到张发财的一个方法 就是赶紧出去找下一波节奏 是的 黎明这边的话 远距离雕像也是都躲掉了 前面盲夹 这一环就是在与时间赛跑 对 其实黎明的话 现在只持底刀 夹到一下 前面差一夹开二阶 怎么说要拿尸体刀 拿到了 给到一刀 然后前面蹭一个板弹加速继续牵制 而且手里技能马上就快好了 这一块有没有机会速速秒掉 能不能丢坟场 这一看一下二阶二直接秒了 但是依然密码机是够的 因为什么现在守墨人他修的是多的那台 就意味着修足可以帮他传开 然后守墨人来救 没错 而且你看他挂在这边想干扰守墨人 但是没有干扰到那一台是多的 对 现在只要等密码机压好过来救就好了 他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张发财来说 可以主动的出去去逼一下就不过 对 因为毕竟守墨人他没有一个快速接近椅子的位移能力 对 这边直接下馋 应该是 你看人家多好 多好 这直接是蹲着 这好像还 可是这会看到了直接打 对 给到张手里 手里两组雕像 四次雕像机会 对 他最后的机会 但密码机已经很多了 这边已经快来90多了 一组雕像是没有 前面能不能降到一下 带手里现在雕像又续着一组 还有一组怎么说 然后直接进到秒键 直接亮 但是有薄命还卡到半了 哇 那这样的话还好 那看能不能前面快速击倒黎明 是 他这边快速击倒黎明之后 还要再有一波坟场或者传送过去管 但是感觉很难了 这门已经是快一半了 哎呀 这鲁鱼刀也打不到 自闭的球图黎明特别进行 这闪现抢了 你看前面那个绿油油的没有 是 哇 真的是不敢再怕 吓人啊 对 这还想着往里爬呢 你看 这个黎明真的是快爬一定要点满 好吧 但是也无伤大雅 对于ACT来说 这边能保证一个平均走两个 已经是完美的完成任务 那就完成了一个第一局在JR主 哦 这边大门方向出声 直接是往木屋方向走 但是木屋好像就是 木屋好像看错了 我以为两个人是JR主的娃娃 他这个点应该好像是靠近小树林的 然后木屋两个人 对 那这里的话是直接往沙包里面走是 哎 没走呢 对 其实那边是冒险家 而且他这把发现一个细节 他并没有带摧火的 对 哎呦 直接是远程给到 远程镜像打到娃娃 但是镜像打娃娃是亏的 说实话 不过溜达过去也拿不到刀 也不算亏吧 他至少说已经定位到了机械师的位子了 对 溜达过去拿不到刀 那边找到机械师的话 其实是闪现加镜像的一个节奏 对 而且因为是打掉了一个娃 剩半个娃的话 其实并不能 密码机进度没有那么快 对 只有一半不到 对 那这样的话 把板子踩掉 看看是先交镜像吗 这个角度是可以直接抬近的 这个镜像感觉很难躲 这个镜像就把人给包围起来了 这的话可以后撤两步之后 直接转过去了 然后手里闪现正好好的 直接把柚子带走 这个局势的话 密码机其实是不够赢局的 没错 柚子的话 直接闪出去 区域这边应该是直接拿到一刀的 而且他可以通过什么 就是柚子这边没有放娃娃扛刀 知道他的娃娃在外面 是的 而且他是知道他的一个拉点路线的 就是大房这边把娃打完之后 你这娃无非就是放在大门附近 对 在这个镜像的话 因为他不太敢确定娃娃的位置 所以说他 他现在没有关系 他现在正好可以尝试去投镜子去拦一下 之后的话看哪里 把这倒下去拐哪里就可以 对 这边镜像你别说 你这让他找到娃娃了 但是这个距离不见 他只能定位到大致的方向 对吧 空降也是提前贴过来 只要让娃娃不休就够了 对 那这样的话空降过来 出去拿到一刀吗 我觉得就直接给到逼救就可以了 对 给到一刀逼救 然后的话 这边逼一下空降的护腕 是 没有逼出来 对 没有关系 下一个镜子好了 直接再抬一个镜子 抬一个镜子 这边的话 无上大雅 走不了 其实取悦的话 他虹夫人这个镜子熟练度还是非常高 对 下一波谁来救 还是说直接卖掉 因为现在的话密码机进度是肯定不够的 但是我们这边看到昆虫已经是直接贴到了中场 看下傻兜这边怎么选 傻兜刚刚娃娃也是炸了一下机 对 这个阵容不出疑问 应该是承载的冒险家手里是多带个搏命 但是承载的话再过来 是不是下一波他就 主要是他说这把应该是要卖了 昆虫这边被通击了 傻兜这边被通击了 昆虫被通击了 不过这边这个镜下也没打算蓝昆虫 是 过来反而是逼了一个空降 这块空降感觉要给刀了 如果佣兵给刀一刀的话 只能藏光过去救了 还是承载过去救 但距离很远 那承载的话如果带了搏命前面这个距离 是能救到 就是能救下来 搏命吗 但是拉不走 应该是有搏命的 帽兵家这边带了手搏命 那还可以 那帮忙扛吗 不扛 不扛的话那柚子要被架死在这 不能扛 因为他这边其实是 空降是在地上的 扛了是完全不够的 对 这边给刀一刀 那就还行 因为帽兵家是一个无伤救人 但问题是空降倒了 对 但问题还有一就是 他不一定找不到空降 其实没有关系 他这边挂飞之后 他直接过去外面找 继续拦就可以了 找昆虫找帽兵家都可以 对对对对 那帽兵家的话因为比较难找 是 看看这边挂上之后 但是没有空降 对因为正好是空降倒 他说不清楚 这是什么战术是吧 又在第五层 不至于我不信 又在第五层 不信不信 那这边再预判一手镜像 直接往左边转一下 没有转到 那空降那边也是直接是 这个脚印是冒险家的 怎么说这个脚印能不能看到 这个脚印是冒险家的 低头一看还没有消失 那感觉走不来 消失的很快 消失的很快 不过对于取悦来说 其实保平的节奏是够的 他不必要非要找到冒险家 不用去拘泥去 一定要找这个冒险家 而且就算找到冒险家 其实大概率也是平均 是 对那这样的话 其实可以抬镜下 就是抓傻兜 对其实都是一个 冲着平均去的节奏 他不如在外围找找机会 对而且你抓傻兜的话 是可以消耗他虫群的 是 是 这话应该是 哎呦 这个虫就蹭掉两边 细节 对那这个镜像 你看就说昆虫学者这个角色 你不一定真的一个镜像 能拿到他一包的 对他还是本身可以利用地形去卡牛位的 对那边的话空降手里有两个换 别说开门战还是有换道具的说法 对那我觉得取悦 如果这一把没有梦想的话 他先要尝试去消耗一下 这承载怎么老喜欢老脸上蹲呢 这能看到吗 取悦开始了 开始除草 对对于取悦来说不着急 其实开门战针对冒险家打完全可以 是但是他也要考虑到说外面有一个佣兵在那爽修 对 这边其实就在脸上 对 甚至我们这边能看到空降的佣兵是开着户外在那修 对就是你镜像抬到我脸上 我要弹走 这边的话因为镜像稍微有点近了 所以说也不着急 对他等于说是利用每一个镜像是 两个密码及同手 对有没有可能在打佣兵的时候 不小心打到了冒险家 也不是不可能 一败之喜 也不是不可能存在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对 他是只看不出刀你发现没有 他只看就看看草也不出刀 那一会儿佣兵把密码机亮了 然后这边要等暴墓吗 直局的话看看 你看又消耗傻豆一点虫 他知道这边是蹲着一个冒险家的 但是我确实找不到 说实话 如果说真的是让你外面空降这边佣兵把密码机偷开的话 脸上直边直接暴墓是有说法直接平地秒掉 然后再拍镜子去追一下傻子的昆虫的 但这局有待暴墓吗 他有通缉案 对 说的很有道理 同达也 那这边 承载这个牵制时间我觉得刷满了 就是找不到很生气 但是他们还不敢开你知道吧 对开了就必死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承载这款不如就主动出来算了 对 诶 这边的话 承载者现在没什么需要等 他也不打呀 问题在你这光看也不行 你稍微粗草什么的 对 然后其实现在 压密码机的也已经换位换好了 然后现在只要等一个说空降这边贴门的时间就可以了 反正现在双方就进入一个佛系阶段 就又尬住了吧 又尬住了 就因为很难的 因为想让冒险家走的话 那首先你要佣兵再过来就一波 把道具换给冒险家 然后再让冒险家溜达 是这个道理 但我感觉他还好像是真要做这个事情 对佣兵再换到这边乌鸦都出来了 不对不对 他在中场这边徘徊 佣兵这边 他给自己留了根针 然后把空弯留在了一个什么 一个位置 对对对 然后在四合院再翻一个箱子 那这不就很好玩的一个局面是什么呢 我在脸上 反正冒险家在你脸上反正有这个一个心跳范围 对 所以说是出不了乌鸦 然后外面乌鸦随便报 剩下的话你交尾空降把全世界的箱子翻一遍 对不是我说实话 曲悦在这边耽误的时间 已经够他把所有的草除一遍了 对你就稍微除住草呗 你别光看呀 不要太相信自己眼神 虽然你不管帮帮是吧 除一下吧 除一下吧 我在现在这话我在想 我在想个阴谋论 你说他会不会说 我其实已经知道他在这个地方 但我就是不打 就是不打 会不会什么意思就是强托时间 但是问题是收益是什么的 对啊 你看看这中场翻完之后 空降这回来的话 去地下室翻 对 我这一 我们这边看到好像是 什么 贴过来个人王 看看 不不不 这是远处的地下室的空降 好家伙 我当时谁又多摸了本书 对 这个位置好精髓 你别说咱们在上帝视角看 都没有看到小西方 就我觉得取越再下去都快要去开箱子了 取越你是不是差一丝一丝 除除草 对你要不把柜子打开来看一眼 对啊 稍微除一除 别光看 柜子里边有人还得有呼吸声 这呼吸声也没有 对啊 他这会儿取越多希望自己是使团 对啊 放放猫是吧 对 你哪怕在原地放 他不能放镜像 放镜像的话吃到节亮 对 他现在啥都 取越现在没有东西可以拖 取越啥都干不了 对然后外面你就乌鸦狂暴 所有人的点你都知道了 对 这个乌鸦就告诉你什么 你开局可能把你暴墓都废了 对吧 唉 就 不是 现在这个取越的位置 因为他一直在看地面 我已经不知道这是哪了 反正就我看时间吧 我们刚才已经从5分多钟 已经拖到了8分多钟 是的 取越这边的话也是 我觉得下周牵制宝上应该会有承载 你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会有 应该会有吧 对对对 确你说他有暴墓 但是吧 他只要打不到人 求求者就一直不开 对 所以说你这个暴墓吧 让你暴不了 我们这样吧 我们现在就是 把它从一个就是那种电子经济的思维 哎哎不对 他现在是直接是拉走了 拉走了 那是给到那个成仔出来的机会 那可以换位置 成仔跑起来了 天哪成仔他跑起来去拿道具了 这谁顶得住呀 所有道具都已经给他安排好 直接换一个板线博弈 哇那这边有一个户外呀 是 这刀还拿不到 砸头了 这样子可以直接翻摆亮 亮了之后有户外 抬镜像 是 但是有户外 有一个户外 找墙弹一下吧 是 弹出一个户外 这个位置弹的不是很好 对他可以把它直接闪现带走 手里这边就没有技能了 那边的话 空降门已经点开 这局花里胡上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结局还是一个平 对 然后这边直接把人挂到四头院就好了 是的是的是的 哎呀这一局看到我 其实这一把的话 其实是双方都不想放弃吧 对于局来说 他不需要去跟你去逼一下什么东 出人在小树林 那小树方向是两个人 但是左手边一个人是可以直接往 自闭的空军 对可以往沙包废墟最里面去溜 那空军的话 往沙包最里面去溜的话 基本上是两个镜像要倒的一个节奏 这个地方很难去和外围的点位 有些联系 但是这个镜像皮皮线很自私 还没有完全自信 不太敢 不太敢 因为他这角度不是很好 但还是抬出来 这的话感觉有一刀了 对有一刀的话 往大树方向走 因为这个 因为红夫人追的身位已经比较近了 对而且红夫一个细节 这一把皮皮线的话 他的技能还真就带着近身 带着兴奋的话 这自闭这边会不会上当呢 因为如果他们要防一手兴奋的话 这个枪是不能交的 对但是你这枪不交的话 能进前面的单板 能进前面的单板再逼一个镜像 这边还用一个板弹加速 但是对方没有放镜像的时候 板弹加速是要废掉的 这边皮皮线的话 所以给刀一刀两个镜像带走空军 其实我讲道理他这一波 你还不如把他技能逼出来算了 但是前锋也不会过来跟的 是 前锋不过来的话 其实下一波金身 现在这边又有个很难的点是什么 你前锋这一波你赶快过了OB 因为你没有逼出技能 他不敢 他不敢 这波肯定是要让空军 要佣兵过来救的 但问题在于干扰到的昆虫 所以说密码机现在本就不多的情况下 更加修不动了 对 而且佣兵被通缉了 是有被拦的风险的 是 但是九梦头这边应该还是要投铁 直接弹护弯过来救的 这样的话如果再不弹护弯要伤倒了 这距离好远 但是还好空军能坐 一个护弯到脸上 这边你看他一点都不着急 是 昆虫这边推开了 无伤救 那就不一样了 自闭这边如果交枪的话 狐狸立刻贴过来 直接翻 这边如果说闪 就一定不是闪现 对 这里的话如果不交的话 就一定不是闪现的 因为如果有闪的话一定是这边闪现的 这边现在穷用者也知道 你之前带的是一手兴奋 是 那这边的话再交一个镜像 这棵树 这棵树 这个镜像能不能拿到刀 应该是拿不到了 得转过去了 如果这样被二流起来的话 反正是坏了 坏了 没有凝聚节奏 前面这把板子今天上 还要继续玩 底牌切闪 这把就没有一个迎面了 但是你没有追击节奏 现在只能再等一个镜像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皮皮线带的是金身了 对 前锋不会上当的 但是如果你底牌切闪现的话 可能会更绝望 而且下一波 这边一个窗弹 动作掉 还好皮皮线这个镜像是往外放了一点 对 但是这话我们发现狐狸已经跟过来了 他想骗出金身 对得逼得出来直接撞 对皮皮线心理博弈拿捏了 拿捏了 皮皮线这一波真的拿捏了 没有被吓出来 我知道你前锋要过来骗我 对 我就是不交这个金身 皮皮线是我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带了金身 所以我不交 我不假装自己也是金身 对所以我不交 这边的话 看看能不能预判到狐狸的位置 这个通级通级到的昆虫学者 是只能说干扰了像密码机 是 这边还拿不到刀 这里的话把那个 拿不到刀 把那个淘汰金主角卡的满一点 狐狸还是要过来执行一波压满救 是的 过来的话其实可以打空军针队 这样让他枪交不出来 对 甚至可以不打狐狸 打狐狸的话下来肯定要先交把枪 你交用金身 不交吗 不交吗 还有没有机会交呢 这样的话如果说 好的话我甚至觉得狐狸可以直接是 舍命过来帮撞一波 这 这不交枪 交枪不是没机会交了吗 你这枪得后面的 还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想法了 就 你要不你这把枪现在得留给后面 开分战留给队友了 问题是你留给谁 人家也有金身 对 我觉得当时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狐狸就在全弯 直接是等到自闭这边是翻版 翻过去之后 直接是拿命过来撞一波 直接把你金身撞出来 也可以 你交完之后 其实当时不太可能说 瞬间去秒掉自闭的空气 这时候后面再补一把枪 这是可以的 现在一个近青过去 这个镜像很难拿到 对 狐狸这边还有球呢 是的 他不会也不想交球 他根本就没想交球 他能到是想说把这把枪留下来 然后开门战博 三人三宝 但问题在于我有金身 不怕你球 也不怕你枪 我不怕任何花里胡哨 然后黎明这边的话是过去捡枪 还是怎么说 但是他重置用不完捡不了 对 这是什么想法呢 这个是 是 这把枪我觉得 这一块是 给刀一刀 压好 骨脸直接亮 九孟图不会死的 九孟图他的一个 互换两个互换 你废你一个镜像 绰绰有余 对 这边镜像敢抬 用边的话直接弹走 对弹抬弯就可以 对 这边也是比较难受 是要不要切传送 切传送的话是一个狐狸 是 他现在特别怕一个什么事情 他就切传了 但是黎明肯定会用重 离得有点近 这里的话感觉 那完了 不太好走 对 黎明这边的话被架到这 是 那就是平局了 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 他毕竟地上有把枪 难道没梦想了 没梦想了 是直接出了吗 两个人 应该这个动作应该是 两个前锋和佣兵 都已经到了门外面 这话给刀一刀 不是这局 这也太没梦想了 可能说比较球稳吧 比较球稳 比较球稳 这一整局的 我们如果给他几个标题 叫什么呢 叫一颗球和一把枪 是春在中场 看是有梦想没梦想 那往小黄肯定就没有梦想 没梦想了 往小黄方向的话 这边不行 咱往小门走 但是到了大推 一旦不行就完了 顺时针找人 对 这边的话是长崽的守木人 但是还没有看到 对于雕像来说 守木人就是存在感 是 这块是感觉是被雕像挡了一下 直接盾铲 对 前面盾铲的话 稍微拦一下十字雕像 还好 这个是精湛的走位躲掉 可以拿一刀平 只因为这局的话取悦是没有带张狂的 对 前面的话雕像能不能及时长出来 能夹到吗 没有夹到 这个雕像的话又废掉了 没有关系 他这把的话其实打针对就可以 只要把你守木人两个铲子全部打完 并且是针对性上挂 打下来的话 其实守木人后面也盘不活 而且现在取悦的话 他雕像不多了 成岛这边下块板子 再交一个板坛 往动的方向走 想着 上一个铲子蓄出来了 给他打出来 还好没有让他进板 对 现在的话请问者这边昆虫过来帮忙 是 如果昆虫过来帮忙 密码机进度会耽误很多 是 这边手里闪现已经好了 但是仍然没有拿到 承载这个小走位 我的天哪 也太秀了吧 怎么说要闪了吗 现在才懒了 隐忍 隐忍 打虫了就 对 虫子过来 稍微推一推 你看这个稍微推一下蹭个平A 这实际都拉到哪去了 这个捧场投的也不是很好 什么视野都没有 继续往前追 手里还有两组雕像 对 不过没有关系 推到了 但是没有夹到 对 没有夹到 承载这边的话 这波走位很秀 闪现开刀了 承载的话是 还是单弹射的手摸人 应该是 应该是 那前面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虽然牵制的时间很久 但密码机掉的很慢了 因为毕竟有人在绑 你看这个昆虫 它一直在帮忙 有昆虫虫虫 对 推动虫群 它虽然说OB能力非常强 但是自己的密码机的进度 也会被干扰到 对 这边的话也是 那种沉的还能牵制 感觉 对 这边把虫子打掉 这样的话柚子终于 可以踏实的去修密码机了 这边我们注意个细节 前面这边大推的大洞已经起好 而且闪现已经交了 完全可以钻 对 这边夹到下 还有一次盲夹的机会 还有两次 手里这边只有半组 纵向雕像 这边大洞感觉是可以进 有没有推回来的机会 掉了 这样的话 还是依然没有开出2G 对 球队这边配合打起来 那边肯定是能摸起来的 是的 这的话还没有开2G 分掌投过去的话 只能利用1G掉下去夹 对 很难夹到的 还行 这边定位到了 而且这边的话只能说 把傻都赶走 是 而且自己的话 本体还要想办法往前挪 不要被卡磨 还好 这边是没什么障碍物 对 但是这边的话 已经摸起来了 摸起来的话 而且还能钻洞 是 还能往前转 对 现在的追节奏 对于取悦来说 其实是有点偏向于留意的 已经不太好了 已经不太好了 甚至说如果说 后期有一个换道具说法的话 还能想办法 再把存在的手部弹活一下 人的话走回去了 对 而且取悦这边是意识到了 把搭档处理一下 看到脚印了 而且这把密码机肯定是够了的 到这一会儿存在 其实还没有上过挂的 是的 这边躲在板子间 这边脚印消失 骗了一手 这边手里还是没有开2G 对 很难受 我想过来再去堵一手 这边赶快投铁过板 现在前面抽了个刀 扑一下 在哪下 还在干扰 用完了 我的天哪 这是人还没上影 是整个OB 把所有昆仲学者的同学都用完了 现在的话只能说 终于开了2G了 扎到一下 那2G的话 前面承载不太好牵制了 是 这边也走回太秀了 这边又有个竞板 还砸脖了 我的天哪 承载这一波的牵制太秀了 牵制舞台了 是的 那前面的话雕像没有虚出来 不过马上就有一整组雕像了 能不能炸到 徐悦这边 其实对他来说也不着急 留一个 终于是一个 徐悦来说不着急 不过就球员这边也不着急 其实这块我就对于球员来说 机会还是挺多的 我认为这一波救人的话 如果想卡半救 应该把搏命留一下 但是空军过来 但佣兵过来了 是 他们如果说比较好的选择 是把佣兵的搏命留到开门站 进行二救的时候再去 对 徐悦这边不仅有挽留 而且有底牌 所以说留下守墓人 尤其这边如果不卡半救的话 就意味什么 留下守墓人 那就真的是留下了守墓人 就他没有办法再操作了 这一块是佣兵到了脸上 直接 不完弹过了 怎么说 孔志生 而且密码机没有压好 出大问题直接牵起来 完了 坏了 坏起来了 不一定 还有机会 有一波二球机会 因为为什么承载是没有 是刚才是一挂的 但是而且还有一个好数 对于球员来说什么 把搏命省了 对 搏命省了 这边先处理大动不急了 不急了 密码机是肯定压好的 对 处理大动 啥都这边走位躲掉像就好了 那边的话直接把车车扯下来 走位躲雕像就好了 这边 这里的话傻豆要做的就是 不能被你雕像夹倒 可以给你刀 是的 而且这边的话已经在摸了 哎呦 我的天真分场投到天边去了 为什么 现在为什么不挂佣兵呢 是啊 如果挂佣兵会不会 好点这边 哎呦没有夹到 两个人同时贴过来 那这个话其实对于球员来说等雕像 没错 乘在那边是狗在大门 是 甚至开始翻起了箱子 这个话翻出一个 两个人手里都是香水 没有太大的用处 哇 那现在的话 求用者开始有运营四炮的空间了 对啊 直接亮了 那这边追柚子也可以 追柚子也可以 是 对追谁都一样现在 对 那这边想反绕吗 绕远了 绕远了 对的 这边柚子是意识到了 曲也想反绕 是 看到他一个走位 直接翻装加速 有点追不上了 这段时间边手里还是有一个闪现 看一下柚子这边牵着的空间 那边大门已经贴到了 傭兵和祭司都已经到了 这边夹到一下 不过窗台已经用过了 其实现在可以直接闪 怎么说 可以直接闪现 闪现 打倒之后 往远处 往远挂 但是这一会儿 我们千万不要忘了 其实空降的傭兵 承载的守护人 都是有 都有薄命 都有薄命 对 而且现在的话 晚流是拖 拖不起的 因为还没过半 这边是拖不起的 只能顶着晚流来救 对于他们来说 想四跑 只能顶着晚流来救 这边小门还没有开 在这边看一下 他们他知道 现在承转者想运营四跑 对 空降这边 已经又开始翻山子了 是在大推的 是的 而且现在闪现交堆区来说 这局局是非常危险 其实 过来承载一个慢翻 已经贴过来 但这个局是看到了 但是有一说 这个阻力的话 其实光靠一个薄命 是冲不到门的 他得靠两个搏命 或者说扛 那现在已经没有 两个搏命的机会了 对的 但是有大洞 有大洞 对 有大洞 天呐 那怎么说你敢处理大洞 我这边就直接搏命偷人 但是也得处理大洞 搏命偷人不一定能走 但处理大洞 有钻大洞直接走了 怎么说 直接处理大洞 但是 他要先打大洞 针对谁来打呢 现在 推回来了 但是还是有搏命 等一下 佣兵把大洞扛 这个刀气把握 取悦的这个刀气把握 他太关键了 那前面的话 哪怕我跟着空降 这局都能留下了 对 主要是空降 他走不掉 对 但是现在很有梦想 还是去追击了柚子 那这局很有可能有平局了 是的 能不能找到空降 直接挂上 能不能找到空降 对渠来说 找到空降就是平局 一个捧场投降水三 小方这边后面找一下 完全没有关系 对渠来说 现在一点压力都没有 直接投了 这个点还可以 而且第一个状态点就是梦魇的冒险家 对于皮肤剑来说 天时地利 但是问题来了 人合不合 能不能迅速找到 对 要他找 不过他现在带着手说的一本能 是有机会找到的 这个天赋 这是邦邦的天赋 张黄底牌的邦邦 是的 我的天哪 这个天赋是真的很久没见了 是的 这边能不能找到梦魇的冒险家 他找到了 我的天 这边能不能秒掉 这炸了一下 前面还有一个两连的机会 走不掉了 走不掉了 前面可以硬进板 三连位走掉了 梦魇这个走位非常的秀 是 那平平线分别的话 三连感觉也是给到一点机会 是的 有一个转中场的机会 这边的话自逼直接过来跑 过来他们的开枪 太大了 但是又回来直接炸掉了 金身 金身遥空雷直接是引爆 皮肤在这边 尿掉了梦魇的冒险家 同时还可能压出自逼这边 而且空军没有枪了 你没有26啊 对 这一把的话剧本写起来了 有说法了 开始有说法了 卖 或者说过来卡 我觉得金身都焦了 你卡都不要卡 真的 无所谓 现在的话 就一个字 卖 然后你下面就要26的人要站起来了 但是你说26的人 现在谁能站起来 但是以前有什么问题 空军这边是被通缉的 你直接修中场 所以会被无限干扰 但这边的话 二号机也会被干扰 两台都会被干扰到 对 扔一个雷这边 哇 这个枪是真没想到 是 真没想到 我甚至我们刚才开车的时候 都没有注意到他这个技能 对 但是我都 我觉得这把枪交了之后 冒险家已经进中场了 对 但是没想到 那九孟头这边的佣魇的时间不要卡 绝对不就 绝对 不对怎么说 给他一刀 炸到一下 把人推了 把人推了 昆虫是把人推远了 但是依然不能太指望 孟魇这边冒险家能够牵制起来 这里可以硬是一炸切转进中场 没有吃到这个炸 这边能连到吗 没有连到 那这边一个加速的话 继续去往中场方向走 这边板子没有人帮忙下 孟魇的话 如果牵制是薄命时间 其实已经很赚了 对 那皮皮线这边也没有选择 必须得投铁持续追击 是的 帮人这边继续走位躲雷 我的天 那皮皮线这边手里的雷 感觉是操作有点急了 一开始的三连雷躲掉 已经说明孟魇的走位的实力了 对不对 这边直接翻过去之后 一个板弹加速这边雷 没有连到 那皮皮线这边雷有点蓄不上 而且这波一个26 对皮皮线 对于皮皮线来说太伤了 没想到冒险加油26 那这里的话 把它架在小门手板 但是看外表密码机 对于邦邦来说生命 这就是生命 邦邦 金森还不敢教 皮皮线他手里这个底牌的话 是必须留到最后收人头用的 谁说冒险家不能牵制 谁说冒险家不能牵制的 孟魇就告诉你 我用孟魇家怎么牵制起来好吧 就是平地靠双坛 对那这边的话过来 其实对于孟魇来说 现在直接投铁吃炸 转到下一个板去就好了 对他或者说直接不吃炸 我想会回到吃你 直接是一个遥控雷炸打 这波牵制太成功了 那看看密码机 因为刚才的这一波 其实倒的还算比较快 所以密码机外面满大满车还是差了将近两台 你看现在密码机差接近两台 但状态调整好了 对 而且空军那 空军没翻道具 那没事了 那它躲好吧 躲好 但是皮皮线这边的一个走位 好像又犹豫了 因为空军那边没有去碰密码机 这边是九梦图 九梦图 九梦图的话是所有的人里面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虽然说状态也不是特别满 这边直接交互按 现在这一把的话 九梦图他可以不走 只需要能确保队友那边把密码机压开 三连雷再连上 但是皮皮线这一把他没有带快踩 感觉还是能被拉开很大的一个声位 是的 这边 这个雷走位是非常秀的 九梦图 手里面还有一个护板要不要交 这个雷有点连不上 对皮线来说 有没有交护板的空间 有 可以 那前面的话再接一个板单加速 往脚门角落里边倒 其实对于皮线来说即使击倒 挂人也要费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他现在得是什么想办法快速处理掉 这个傭兵挂完之后 直接切传送过去来 但问题在于 现在你切你只要不立刻切 这个密码机守不住了 对 而对于群人来说直接亮 就一个字 我就都不就直接亮 一个人卡着一个人去贴门就走了 那两边密码就感觉到能同时压好 这边挂上之后已经压回了 还让来救 还有过来救一波 可能空军这边带了一手搏命的 是的 但是没有空军双坛射 双坛射 那这边救下来的话其实收益不大 但是这边人均作为大师 ACT这边人均作为大师 5秒雷PP线 但这边没有骗到空军 针对谁再打空军也自闭 现在已经进入了绝境 进入了绝境 直接卡到大门了 亮起黎明那边 第一时间贴到了大门 这一局留给PP线时间只剩18秒 对 而且这一把的话 他其实不能去切这个闪现 切闪现的话 因为是这把没了 他必须得快速抓到之后 直接切传送去南门 如果快速抓不到也得传走了 对 三连雷又被躲掉了 自闭的走位 还要追吗 翻了个窗那边的话 大门已经可以点开了 大门要点开了 两个人要出门了 太难了 空军这边还是没有处理掉 他这会即使处理掉了空军 感觉已经来不及了 这边空军还帮忙推 ACT的求人者甚至想搏一个三跑 是的 这边的话 把PP线推远 但是地窖不在小门 平均可以放心追 PP线这边应该知道门已经点开 所以他这一把的话 可能就是专心要把自闭留下来 是的 但昆虫这边依然没有放弃帮忙 是 还在连昆虫炸了一下 手里还有遥控雷 但是被推了一波 这边昆虫的话 怎么感觉在把PP线往前推 其实我觉得已经无伤大雅了吧 这两个人同时出来干什么 还要同时出来 接了一下雷 对 这的话甚至勾引了一下 这的话直接逼出去 是的 给到一刀 我的天哪 那如果让我们恭喜 ACT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这个刷点可以说是盛心医院里面 比较一般的刷点了 因为盛心医院是有一些天候刷新点的 因为他这个点 始终得去木屋先看一眼 他不可能直接去医院 万一木屋是你的想找的人 但487他也很刚 直接开局休 对 这也太熟悉了吧 开局就休 先来一下双雷翻 哇 这样子百分之百 让他吃一个罩 第一颗躲掉了 但第二颗还是走了 对 他是一个错位的五秒雷 是的 487利用一个板坛 没有拉废墟 是选择往医院转 有洞了 提前洞打好 这个雷太准了吧 这个雷没有说封路 是直接是放了一个很狭窄的 连上了 而且余生这一局带的是什么 带的是兴奋 对 那这样子 487这里没有看到插眼的话 应该能稍微判断一点 也能判断到他是一个 还有洞吗 这里感觉需要第二个洞了 没有洞 那这样子前面要交鸟了 这个雷能不能雷得很关键 能雷到吗 直接下去 跳楼道的机会 差一点点 也不敢回头下板 怕被闪 怕被他的技能终结掉了 对 被炸掉了 被炸掉了 完了旁边就是一个洞 如果这一波躲掉之后 还能进行牵制 是 那现在这个倒地速度 可以说是非常快的 拿来过球 结果是兴奋 是的 感觉直接挂女神像遗产了 是的 我觉得可能是闪现 他当时想的 因为487的走位 就是觉得他闪现 对小果冻来说还行 他有一波撞就的机会 对 这撞就 哎呦 拉慢了 他这个弧度太大了 我当时一看这个弧度 一个有机会是撞空的 他是躲过了密码机 多绕了一圈 多绕了一点点 他想要 他想要硬制更久 想要487有更好的牵制空间 但是 他如果从密码机面前过来 可能会歪 这里空军过来先吃了一个遥控雷 很危险了 两雷雷 炸到了 完了 两下都炸到了 七十过来了 救下来但是没有化险为夷 是的 另外一边可以先炸一下这个空军先 没有放雷 没有防下 对 那这样前方都摸起来 那感觉要骗出来交枪了 哎呦 躲掉了 这个走位 余生那么倒车太秀了 那这样子两雷雷雷雷雷倒了 雷倒了 但是另外一边的话能把487个救下来 对 先这边救了下来 是的 那现在再去把尸体挂上 那这样子 康康之弹时间刷了 前方还有没有机会撞救呢 刷了很久的时间 一点点的密码机都没有修过 前方直接拉了 这个人是要卖的 是的 没有人能救了 刚才其实在兴奋的CD也可以再 拉剩下的球撞完走 然后给大家争取一个调整的时间 那现在就是让他用上椅的时间 来换这个调整的时间 也是一样的 对 他这样子就如果他再救 其实救下来走不掉的 就球不多的 嗯 没有一个很好的 那这么直接押进医院 但是没有看到 应该还是可以调整起来 对 现在余生是球稳了 即使等个大洞 等个大洞 不过这里打的话是被逮到了 大洞接 但是他没有听到 用水边翻窗的声音 对 哎呦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啊 这样子前方是有机会去救人到 因为他这个距离是够的 所以没有说我球到 但是余生也可以 可以 直接拉了 好 那这样子 能把他扯下来 两人能雷到吗 雷到了 那这波救下来 其实求生者是赚到了 哎呦 这两人六十五了 这几波都没有连上 是的 那现在缓过一口气了 这个几手机会平的 然后雷收掉 那这一波挂飞空军之后呢 另外一边祭司跟先知会摸满 对 其实算是挽回了一点节奏了 是的 大节奏挽回去了 不然刚刚那波就打崩了 没错 无伤救了一波 那接下来就得看二六了 前锋现在手上没道具 先知也没道具 是的 这两个点是有可能被突破的 关键的是先知还是一个挂飞 是的 那现在先知得要小心一点点 这局是有一点点上小时内局的 嗯 就昨天小时内局的 对 现在就看能不能让487给狗 就拨487飞 非常的 他要点 他想的 我要平 我一定要抢机子 对我得疯狂开修了 因为那边已经进入追击节奏了 是的那这边两个雷 没雷上 又一波又空了 这个局换他得要一个80秒呀 哎呦我这两个雷都是雷歪了 一个窗弹再往医院里面带 是的这位置先封个雷 不让他那么舒服 两个雷能雷到吗 雷到了 是的 哎呦直接抽一刀 那坏了呀 被架住了 没法进医院了 进不了医院 但是余生这边是没有选择继续生追 因为他知道 大门这边有人在点 去看了一眼发现是487 487利用板坛 但是还是被封住了进医院的路 只能在外围签字了 是的两个雷能雷到吗 没雷到往回走 吃到尸体刀 这样子状态拉得非常的快 是尸体刀进医院 但是有上楼的机会 距离 是的 前面上楼还可以稍微牵制一下吧 上楼因为这 因为现在这个节点 他密码机差的太远了 是的 他这牵制是要半选 牵制80秒 密码机才勉强的能修完 没错前面可以再翻摩窗 但是应该也会被炸 二连 捕个遥控雷 找到了 那完了 这边487挂飞 对于生来说 这把是有一个三抓以上的机会的 太投铁了 太投铁了 这个点太差了 三板真的太差了 对真的太差了 那个点 甚至是直接要 开始运营四抓都有机会了 是的 因为像密码机其实还差的 没错 虽然说有两台已经点了很多了 但是还差一台 但三板那台其实不多 487是在人挂飞以后才刚开始修的 大概是有30左右 3040左右 也不多 那果冻是晾完一台密码机之后 现在要看幻鹤的个人秀了 幻鹤这个位置 哎呦一个雷直接炸倒 这个雷 不管雷啊 先扔在这里 对没错 让他交自己无所谓 鱼鹤现在去外围去找一下这个小股洞 没错 那小股洞身边也没有多少道具 只能慢慢拖 现在这个局局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呃 尸抓节奏嘛 对 四抓节奏了 非常典型的 哎 这里一个倒车骗到 小股洞也没进一院 还是继续往前走 这波的话 他得拖到祭司起了以后 把木屋开掉 再去开掉三板 对 有点难 雷雷到吗 雷到了 这个位置有一点点的高低下速 是看不到雷的红色线的 是的 这波是想炸空中 没有炸到 炸到 这里落地 差一点点 因为它是落地拉了一点的球 对 这样子小木屋的机子是那样的 那现在就缺的是三板的一条密码机 直接切船了 切船送 切船 对 他把祭司给处理掉 再来安心管这个前佛 对 那这个位置祭司想要去进医院的话 那伴水是很难的 一个床潭 那这个位置感觉又要架在外围了 有机会打动吗 打出来了 这样子是能上楼的 那另外一边的话 刚刚三板的密码其实已经点到60多了 对 但是小果冻这个点 又不好牵制了 他没道具 没翻道具 他第一时间跑来修 对 因为他抢机子 不能翻道具 2-0雷达马雷达马雷达 直接秒 这样子 焕鹤的位置就很尴尬 因为他必然会去点小木屋的机 他已经确定换鹤可能要去 没有没有先举一下听听耳鸣 对 举一下听听耳鸣 先把他丢出场 让他远离这个大门的三板杖机子 但是还是挂上了 他这次确定的位置了吗 已经是 或者因为祭司他没有 或者说排出地窖了 对 排地窖 等一下守地窖 可能是这个想法 但是 但是 比较自信吧 比较自信 对 你要说出事故 像这种情况之前 也有类似的事故出现 对 他自己得要找得比较准一点点 是的 因为医院这个图 还是挺适合祭司躲在二楼的 对 你从哪个角进来 他都是有机会能够出去去救人 对 有时候这个低窖口 说不定就这样子滑走了 这里听到耳鸣了 开始扑个雷 但是看到前面 找到了 找到了很准 那这个位置他要活 不敢翻版 手上有个洞 要不要用来救人呢 没有 选择打进医院 打进医院 这样子的话能上二楼 那这个距离还是有点点远 离第二口 而且人还没有飞呢 是的 这一波跟着下来的话 前面可以再翻个窗 哎 卡一下模型 雷上吗 雷到一下 送到一个遥控雷的机会 哎 现在遥控雷能炸到吗 没有 第一时间放先封住路 不对啊 那这个位置直接打到去地窖口了 真的就 哎呦 好一个了呀 这个雷 哎呦 事实上地图祭司真的是很容易走 哇 这个点天狐狐刷点 大门是谁 小铁 小铁的先知 哎呦 那这个位置感觉有机会能够封一下 看到吗 还是被抢转医院了 嗯 从医院内侧直接堵 他想要逼他走外侧 但是实际上的话走内侧会更好 走外 他走外面 逼他往内走更好 这里的话安依也是带了一个风窗 带了一个底牌八卦阵 选择拿了一手插眼 哇 这个虫这么快来吧 可能就在附近 所以 对 对 这里的话人皇家三板都在修 而且昆虫是在木屋 直接是想把大门附近的一个三连形给拆了 对 他看到三连那边的两个人知道三个的位置 最后一个肯定是什么 肯定就是大龙了 对 对没错 插个眼知道昆虫了 那我倒车拉近了距离 是的 那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个昆虫一旦被追 可能就会有问题 但是这个二连雷没有连上 连上了 连上了 这样子第一波没连上 第二波连上了 是的 但是这个翻窗是个慢翻 拉近了距离 是的 那两连雷这个雷有可能被炸到 炸到了吗 哎呦完了 这是被单雷给炸到了吗 一个锅板刀 但是没有打到 但是这个位置等一下雷不着急 前面还有插眼仪 所以慢一点有可能把这个雷给炸掉 这位置一雷 两雷炸到了吗 炸到了 我的天 同样的一个击倒速度 非常的快 很快啊 这两局的帮帮击倒速度 但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 前锋是过来准备撞救了 挂废墟的话 这波撞救下来 这个板架是撞救 要防一手吗 昆虫还是有前途的机会 是的 先防一手 跟一个五秒雷 再近点进出五秒雷 对 卡一个时间再挂上 不敢装了 还有一个插眼 这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昆虫如果不被追还好 它的功能性还是很强的 对方来讲还是很烦的 但是一旦被追了 这就是很容易被秒 有点乏力 对 帮帮确实是比较乏力 对 没错 因为帮帮可以炸它的虫 现在这个击倒速度上去的话 如果说卖了 对于求生者来说 因为他们去争取保平 大家保留道具 还是能保平的 对 不过这种局 昆虫一旦被追了 下个突破口就是先知 小铁的位置一定得要很注意才行 是的 小铁在两板一窗的一个位置 它那台密码机已经有80左右 有点膨胀 就挂飞之前应该是能开掉走人的 感觉 如果开走人 其实挂掉走人应该是刚刚好 这个时间 所以他也是大胆地去把这台 密码机给抢了的 是的 如果说这样子抢掉的话 厂商密码机就少两台整机 而且大门的话 三连是已经破掉了 是可以破掉的 对于求生者来说 中后期会更好运营一点 这也是直接开狗 那手上有眼 这个眼会选择插在哪里 这两板一窗 先插一个 暂时狗住了 因为那个位置得要 排到圣女向的方向耳铭消失了 我才知道他是鸟笼 对 但是没排掉 没断 哎呦这个耳铭没断的话 就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他现在是假 对 这个眼也不舍得插 对 眼也不插 那这样子 你这个牌你怎么牌 瞎牌 看到了 但是小铁也是自己走出来 利用弹窗直接转移院 不想跟你纠结了 他可能看到安逸已经排了两个点了 大概就会排下一个点 就是我这个点了 所以他立刻冲出来 这个二连雷连得好准 两连雷达毛好准 一个隔窗的三连炸 现在密码机还差一台半 还是很难受 对求生者来讲 这里这个板不敢下 一下就吃 过板刀但是弹刀了 这波小铁博弈到了 他不能压 压板就吃雷 也不能拍 先放一个眼风向的交互 是的 遥控雷稍微歪一点点 这边 只有一个雷响平地出刀 吃刀了吗 吃刀了 拉近了距离 打倒了 那现在差一台整机 还行吧 因为魅克中间这台机是能亮的 是的 理论上是能亮的 半圆这台 甚至救完再亮也来得及 对 那问题了 救不救下来 能不能不穿倒 就很考验魅克他一个救温的一个技巧了 是的 现在就是半圆一台 200一窗一台加钱 对 废墟的一台 这个身位太靠外了 不过没关系 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两年雷错位雷 这个错身雷 对 这边要双倒了 这一下也炸到 但是无伤救了 但是安逸没有第一时间出刀 对 就炸两下 没有吃到双倒 魅克他这个机会还是很大胆的 因为在炸的瞬间 尖望的是大个雷会出刀的 是的 对 那现在 就稍微躲一下半圆的一些雷 对 中场那台机子只要亮了之后 魅克再补一台新的机子 前方还是可以过来救一下 前方那台不太够 前方那台60 如果说半圆补掉 再补200一双 再去补废墟的话 理论上来说 这个时间是有点远 有没有考虑 而且不好救 对 让佣兵补完脸上这两台去 对 去卡满 就让三射去卡一个机子 最后一台机子 但是 毕竟魅克手里面还有两个忽按 对 但是佣兵这样的话 他的位置会暴露 佣兵的位置会暴露 只能这样选择 如果现在让前方过来的话 有点点的来不及 现在可能是想保一个了 因为他也知道密码机 确实有点点不够 那这里继续轰炸 感觉要针对佣兵打了 对 现在看看佣兵跟前方两个猛男 有没有机会进行一个 跳地窖 或者是两个人走门的 这么一个说法了 是的 这波手上两个忽按的话 去转医院 他们应该是排过 地窖的一个位置了 对 他知道地窖点是在小木屋的 那个位置 所以现在没个接近大房子 因为前方是满球的 传了 放狗 放狗 我以为他要切传送 这个狗有点点的 我觉得这个狗是有风险的 就差一点点 差一点翻出去了 翻出去的狗就白交了 因为狗在医院这个图 他如果说是二楼的一个状态 很难咬到的 因为他落地会有很大的僵直 能卡掉吗 好像是卡掉了 卡掉了 前面还能再卡一次 有机会 真有机会 再卡一次 这个雷没有炸到 那这样子这个狗是掉了 是的 那前面再追出去 傭兵地用一个忽按是可以 往女神向弹的 一个四口的狗 可以往地窖的方向弹 甚至直接去门口了 Maker这一波卡狗 非常非常的稀 一个四口的狗 他卡掉三口 除了地一下 对 除了地一下 必要的 之外全卡掉了 哇 那这样子也是个平局了 是的 也是个极限平局了 这个局 这就是两个猛男 面对邦邦的 我们前面分析的 邦邦为什么在中后期 怕呀 二六的节奏全是满道具 哎呦 施龙 天虎点 换鹤 快乐的点 直接找到祭司 嗯 祭司还好啦 里面是个先知的话 就有点头裂开了 对 祭司没有选择过桥吗 还是找了角落 要过 他要走最边边的位置 因为另外一边的那个桥是487 嗯 那先过去 拉开一段距离 这把可以看到余生带的也是一个八卦镇 八卦镇加底牌的一个天赋 是的 现在直接上楼开锥 那 小活动的野人得给换鹤浪一下位置 但是现在是直接翻下来了 诶 预判到了这一波是 这余生压根都没长时间上去 想反钻 想反钻 还失误了 你也是 你就是 但是你这个装 你本来就是换鹤 但是你这个没出去 换了 但是没换完 对 这两波其实 是连续的两波 对 连续 连续失误了 那现在接下去 还有一只鸟的龙错率在 看一下前面板子已经慢慢下了 没有选择翻板 但是鸟是看了 又没有看 没给收回去了 现在已经CD好了 那这里再放个雷 防一手 没有放不放了 女生心里不会拉满 我知道你这一波不敢反钻了 你怕了 你失误已经有了 你就不敢了 是的 现在的话下一波应该要看了 但是野人过来了 这可能要帮忙拱下了 野人 没拱了 开始陪跑 没拱了 那野人不能吃刀 吃刀遥控也有了 换后生存环境就很更差了 对 而且鸟也不好给 但是好像把雷都给骗出来了 手上的雷全交给野人 拱了一下 没有拱出去 但是猪下来了 被炸下来了 没关系 是的 这个位置杀谁都可以 如果想要处理野人的话也是行的 给他一刀 是的 那把幻赫给放出去 现在野人的一个情况 就传送有点急 传送去燃幻赫 太急了 就传送 因为他翻的时候他是知道的 是的 他知道翻的 他那个节点他没有走几步 没错 如果能等他走得更远 因为幻赫肯定会往起点去的 对 因为起点有车嘛 对不对 现在的话看是看了 两个雷能雷到吗 那前面再封一下一个遥控雷 挡掉了这只鸟 是的 但是现在这个状态已经不好了 密码机那边满打满上也就两台多一些 炸到了 一个脸雷 这边是地下室吗 好像是 地下室但是不挂 直接挂来上面 他要抢节奏 如果挂下面的话 这个局套可能会被脱平 对他多挂十秒钟 那外面的就三个人在修 多修十秒钟的时间了 所以现在还是赶紧的抢节奏 帮帮手椅不需要地下室的 他手椅只需要位置好 我就在上面我也可以守的 对 他的手椅就感觉就吃自己的一个个人经验 没有对帮帮来说比较难受的椅子 怎么救援 那这种真的救不了 受得又慢 如果说卖了的话 那就比较难打了 因为开门战先知可能是会被针对的 他跟上一把安逸那把不一样 对 开门战是全是猛男 那这把开门战是有突破口的 对他这么选出来就是要印6 怎么印6 他说了祭司通过洞 对 先追给鸟 然后先追自己给鸟 然后通过祭司的洞 但是这个combo打起来 你前期就不能失误 像刚刚幻鹤是有两不失误的 是 其实幻鹤那一波翻窗的话 可能也是他们平时在训练赛或排位中 习惯了 因为帮帮他是能卡红光的 对 帮帮是能举着炸弹去倒车上来 所以他那一波翻其实也无可或非 他就预判了你会拿着雷上来 但是余生他的心理博弈是 赢过了幻鹤 所以他捡到了这波拉近距离的便宜 关键是他是个祭司 他可以打上下动的 对 他这个 当然他可能一开始不会打了 后面的话他也不着急的 他这个位置会稍微等一下的 不过还是 还是以结果来说卖掉了 还有就会平 没错 现在就让大副先在外围修 但是大副其实也很危险 因为这是个二阶邦邦 对 雷又长又续的快 对的 面上大副压着 这波是躲过去了 躲过去了 没有看到 对 先知那边是真不敢修了 因为这把的 帮帮跟上马不一样 上马是查眼 对 上马余生是查眼 这把是传送 技能都没有交 一碰可能就被传送 就裂开了 对没错 现在还在找 外面有耳鸣亮了 知道是个野人 应该知道了 看到猪了刚刚 对这个距离应该是能上猪的 先上了 不敢摊了 炸到了一下 这里感觉要隔着站台炸吗 487 487那边修了 传了 传了 之后看了487的位置 这个位置487 对他个人牵制来说 是非常大压力的 这个位置很空 一个二连雷躲过了 但是抽到抽到了 这是个极限抽到 这样子487的位置很尴尬 前面的话 站台可能是不一定好上了 有一波二连雷的机会 连得非常的细 太准了 遥控雷还没交了 就已经要倒了 再用遥控雷封出入 我的天 蒸发 真的就蒸发 其实就是你开局的一个邦邦 在追先知 就吹火传送 去秒可能也能秒掉的 对 更别说二接美鸟的先知了 美鸟的先知二接了 这个秒速度更加的快了 对 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长密码机 只差两台最后的大遗产 一台是鬼屋 一台是野人的一个靠起点的台 他忍不就修了 因为野人那边正常来讲 岩上住之后的棒棒肯定会传的 是的 但是他也不能修 但是忍不住了 因为再不修的话 这个密码机就可能会掉了更多了 少了更多了 不过现在一旦被秒了就更惨 这个距离被卡得太死了 对提前交秒 一个两秒雷 封一下 哎呦这里三点雷 找到吗 没有炸出来 没关系 还有一台遗产是在仁皇桥上 这里狮子得赶紧过去 一个摇摸雷直接炸出来了 哎呦 那现在形势很危急了 一个恶连雷再次炸到 没办法啊 他是个大副啊 前面距离太远了 那我就不跟你上楼头 直接去椅子面前守着 月亮和公园大副要再摇一个表 再摇个表解救 对再摇一波吃炸 详行吃炸救下来 对没错 密码机桥上已经70%了 但这个位置其实对现在来讲 被架在里面也不能 传送还有三秒钟 这波化险唯一的时间感觉 不一定能够啊 80的密码机 对严肃的慢 这个鸟能吸出来吗 一刀 一刀 倒到狮子去了 这刀其实不该出啊 对 这个炸刀给了487转电的机会 现在要换挂了 对 换挂了 换挂了487贴过来赶紧吸鸟 但487没有往这边贴 那直接开了 那它不只能开了 因为大副是一个铁屁股 直接强行开 但是炎 炎它可以卡嘛 所以说直接开是没问题的 而且 知道这边是一般都不会带挽牛的 左边小果冻的炎绕过去 能看到脚印吗 余生 没看到 没有看到 它想死磕487了 因为487上过挂 对它死磕487至早能保护平 对它把487死磕了 手里面还有个传送的 是的 前面有一波二连雷的机会 哎呦 487这波是躲掉了雷再下滑梯 是的 又一个二连雷 哎呦 手里没有雷 遥控雷要先焦了 但是遥控雷也空了 这时候要看第二位置 第二位置就在鬼屋 在鬼屋板区 这里得撑一个插刀 是的 那板子下了 没有强行转鬼屋 转不了鬼屋的了 这个位置 因为刚刚太险了 但是他至少能帮队友给拖出这个平局 一个闪现 那这样子是平局了 是的 哎 起码这个局我觉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 因为毕竟卖了宝瓶 别就宝瓶因为的什么 对不对 这把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它有更多机会的 就是 理论上来说能拿到更多 因为当时如果不打到大副那刀被扛的刀的话 对 密码机是不够的 它可以补锤 丢雷就好了 就 鬼屋出生 脸上是魅克的祭司 再双窗 右边就是大龙的机械 对 这些是在往帐篷走 这一次准备卡一个旋转木马 但是雷达能扫到旋转木马 应该是看到了 看到祭司了 第一波追击 不想追 还是想去找机械 今天是稳平 因为最差吹火也是闪现 镜像秒 是的 这里也是带了三件套 一个镜像先投 投游民 直接交互按 不贪 这样子等吹火吧 等着不吹火找大龙 吹火的话还有14秒钟 转过去 他等一下还得有一个镜像再打回来 他觉得骑眼战是机械师吗 难道 应该是这样 先顺便逼逼用命的道具 这样的话 他等一下再去找机械师要很久了 机械师太慢 机械师太慢了 而且大龙已经降了 吹火出了 发现这个位置机械师在 要不要考虑打一下大洞再过去 他不先听大洞 他可能想直接过去投镜像了 是的 大龙这里吃刀肯定是往几点走的 就是这个距离 对 对 或者往祭师的大洞那头靠 对 两个都可以 我觉得往前走会更好一点点 你看大龙这个位置 对 这个地方没有 被发现了 被发现了 那这样子他不能过去 直接进转 平手一刀 那应该是往双窗 魅克的大洞那边靠了 对的 是提前打了一个过桥洞 想带到鬼屋 你得要先过到去才行 因为前面这个位置 那这个摸马有没有洞啊 有洞让人过去 那还可以先钻 钻了之后洪峰没有跟着钻 这位置大洞 是直接走大洞了 不管那个藏洞了 这里不够细啊 这里应该先把大洞给打掉先的 先打大洞然后投镜像 对 那理论上这个人强行摸起来 也不是不可以 而且感觉能摸满啊 他先穿洞再投镜像 摸满 因为是两个人在摸的 摸满倒是不太可能 摸起来是可以的 摸起来上车嘛 对没有摸了 主要是也没摸了 他不敢地先投镜像是什么原因呢 那现在再追过来的话 甚至看不到人了 他这一步直接投镜像一个闪现 但是大洞开车了 这个车开了这么急了吗 二站能不能开呢 二站有开吗 我这边其实转过去 二站已经开了 那这个镜像有点点的不够向前 没有在站台上 对 其实叫闪现 这位置叫闪现 这里其实上车下车速度也很快 这个闪现是白白给了的 对 那现在可以挂回到娃娃脸上 这台应该是一个66的进度 60多的进度了 这台机子下一波开车走就可以了 对问题不到 现在理论上密码机是绝对够的 绝对够的 只不过开门站 能不能在五台机前淘汰这个机身 他只能打针对现在 是的 头离不近上 没发现 宝宝给宝宝藏起来 宝宝是一台30多的进度 对 宝宝的机子30多 什么人机子是70多 那也还是 这波就是救下来 那傭兵只得补这台嘛 先来刷一下 刷一下血线 不着急救 这波是有说法 有一刀 这波卡的非常的极限 极限师还是 不走吗 没有强行转走 这个机子已经亮了 已经亮了 这台 是的 已经亮了 那手里面抬个机箱 儿子他前面说已经开掉了 对 已经开掉了 对 说儿子他往这边走 最后就是双窗剩下祭司一开局 收的打大东的那个 打到这个儿子了 没有处理掉这个儿子 那这样子儿子还有人稍微 到外面骚一下 现在倒在这个距离的话 这个节奏再就一波感觉就是 三跑局 对 因为开门站是四个人的 开门站要保证这个街是 因为他唯一一点可以躲掉镜像 只有车 对 对 如果能好 利用到这个车的话 开门的时候就三跑 是的 现在一个镜像打过去 直接把娃娃打掉 有关系 娃娃也没有多少电了 能收多少 收多少了 现在的话呢 只需要卡个头就 小姐卡个头就不被震慑 那这个20秒的博命时间 是能把救灾机子给压好的 是的 而且祭司在点门的话 是可以起一个大洞 对 开门站很安全的 对的 有一刀 打到椅子了 这个看到 他现在要扯 甚至还在拖血线 对 压血线 这个很细 他这个处理的 帮忙吃一刀的话 机械石可以找一个更舒服的点去 他不能找角落 他不能吃平地刀 吃平地刀的话 这个镜像就把它给秒了 这个就还是平局 对 它其实得去拉扯到一些难挂的位置 去吃了 一个蓄力刀没有打到 没打到 前面 门天上 前面可能要强行翻窗了吗 没有 没有 直接亮了 那这样子应该 还是想点 还是想躺这个角落感觉 那他得要在帐篷外面绕一下 对 继续拖在这个角落 对 一刀直接打倒 那这个倒地速度有点快 对 快是快 你椅子比较远 没错 两边门都已经点到快一半的了 挂上去感觉还需要一个五秒钟左右 他这个传说门落地不能再猛然那边 而且大洞已经打好了 对 说一说 现在两个门都开了 船哪呢 三跑去了 还是倒 没法船 还是倒角落倒的比较好 因为他只需要保安自己倒角落就可以 那这边三跑 是拿下了最重的胜利 刷在了墓地 其实不太好 左手边有撞脸 但是他没有过去 是 那看一下第一个找谁 独栋的话是北离的前锋呀 这板子也下好了 前锋想追的话不太好追吧 是 然后这里板子还得踩个板的话 就身位拉的比较开一点 对 天赋的话就带了踩板分底牌 没有选择一个最近比较火热的张狂 是的 你跟你一起跳 那看有没有一个预判雕像和片红光的走 说法了 这里北离的前锋感觉挺稳的呀 直接拉球 上二楼 等于说还可以再绕一圈 柳霄今天打得很稳 一到这种狭窄的地形直接拉球 都没有给到机会 还能再翻一波冲 而且等下是有一只鸟的 似曾相识 这里怎么说再拉一波球 继续拉球 但是这里是选择禁板 把这个板子先下了 逼你踩一个板 是 然后这个那么窄的地方 还是躲掉了一个雕像 感觉它这个牵制就是球的消耗也是非常合理的 感觉没有很快 是的 牵制的半天还有半颗球 看有没有空地夹 想打 但是没有出来 鸟呢 这里可能要考虑鸟 来了 对 利用一个弹板加速 这一波北里的牵制好舒服呀 对 直接再拉一波球 哇 这个时间拖出来 大概密码机 是差不多都是有个七八成的感觉 是的 然后这里再上了另一个二楼 那皮皮虾现在还没有拿到刀 怎么说 跟下来之后 空地又可以去夺你的雕像了 是的 怎么说还在空地 这里又没有夹出来 哇 今天的北里是直接就站出来了 是 那密码机已经掉了两台 是 基本上是牵制了一个三台机 是的 而且这里北里还能再继续拉点 能不能说把这个闪线再吃出来 前面的话还有三块板子 是有可能把闪线能逼出来 对的 这位这枪夹夹到了 终于夹到第一下 这里还在拉点 我的天哪 可是再这样的话可能 一点小成果刀 哎呦 这个刀还是有点长 对 但是 已经第四台第五台机都在修了 是啊 我的天 那只要这把两拨救人不出大问题的话 是可以打一个三跑的 对 然后外面放着修机的还是空军跟先知 本身第一波的节奏就很快 对 而且他现在也没有开出二接来干扰密码机 这个标也投的有点矮 就想夹一下先知 没有夹到 是 哎 是要来了 先躲一刀 哎呀 那片身会想拉近一点 嗯 稍微卡一下 双倒也是拿不到的 北离这里还想再牵制 对啊 两个板子一下的话 闪线可能要交了 那应该是 还是要倒 出不了这个时间 抖起来了 抖起来了 说这把这个时间给你拖出来了 还往脚路里一倒让你挂久一点 是的 然后现在直接空军已经下来贴过来了 遗茶先生补位来救人 那边的话密码机也是在补了 都已经70多了两台密码机 直接接传送 要堵一波了 皮皮虾不能坐以待毙 对他要把人秒在遗产机 但是肩甲这里已经是炸到三下了落地 那要是倒在遗茶 在这里就夹了一下直接倒地 哇 会不会真的让他抓住这个机会呢 对 说不定就是这波传送是堵到了 呃 这边抓得非常快 而且通缉到了前锋 这边投标不能让他们摸 但是唯一的问题是 遗茶先生的空军还有枪 对 然后这个标是没有看到他们俩 对 那么前锋摸好了 这个局有一点危险 是要要怪偷 啊 就这边偷 偷米亚机那边来救人 而且这个机器太多了 不太好守 他们现在是让前锋 在独栋方向多开了一台 是的 那就要考虑 压满让空军来救 只要是要不倒 其实他是可以选择 让空军打枪带走 然后修炼上的 这样的话也还行 等于说是一个无伤救 那只能被迫来守一下遗茶先生 但是其实新的密码机也是在修的呀 是的 新的密码机现在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 对 遗茶先生这里只要保证自己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留枪就有救人的机会 是的 看看有没有人偷 那要我选择挂人 选择挂人了 那这里可以选择秒救啊 秒救就比较稳一点 对空军可以贴过来 或者说等待队有一个压机 不过他有可能进行一个传送 对密码机下那边是70多 是的 这边北离的话要稳住 因为如果吃到炸的话 可能就要被传送 打一个时间差了 是的 这里怎么说 好稳啊 是在等这个雕像 然后再考虑传送吗 求生者这边是想等压好吗 还是说他想打一个手蚁 他竟然手上是有三组雕像的 但有枪的手蚁太难打了 而且机子快压好了呀 他居然不抢这个时间差 那遗茶先生这边 哎呦 这个加了两下 难受 三下 那这个人保住了 他密码机还没够 对还没压好我的天 真让他把这个手蚁完成了 而且尖家的先知离得好远 等他赶过来又会被炸 这里还爆出了乌鸦 那完蛋了 感觉是有一点葫芦娃救爷爷 来一个倒一个的感觉了呀 是的 而且尖家现在就一夹就倒了呀 这边怎么说 皮皮虾 这里要炸倒他 我炸倒了 这边看来没有直接被瞬瞄 什么情况 那边北黎其实也是走不出去 因为他可以挂人 手上有传送的投标 是的 我的天哪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翻盘呀 那这把就算他不传也是一个三抓起步 而且他可以拿到这个四抓 等一下看一眼 这边投标没有赶开安倍了 北黎已经被锁定 这边直接炸倒一下 手上是没有任何道具 地窖就在中场 这个局难道说真的要四抓了吗 现在北黎是不太健康的状态 能不能炸一下 这样的话 关在这个楼里进行一个投标 压制看他这个雕像怎么说 这个坟场是没有看到北黎 而且北黎手上现在是没有道具的 很难说去好中场的地窖 就是有一种瓮中捉鳖的感觉 我把你关在里面嘛 是的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样打的话皮皮夹也不能上去了 因为会被反绕出来 对他得在外面卡着北黎的身位 而且下来了 这里的话北黎想尝试一下 那这样的话是没有机会了 手上还有一组雕像 我的天哪 只要在里看着你就没有办法 直接是带走了北黎的前锋 我的天 这是一个 哦 看一下有没有人 脸上的话是宰宰的祭司 但是还比较远的 是 然后可可的先知是已经在二楼等着了 对 天赋直接带了张狂跟底牌 就是想拼了 这位置 哎呦 走位好秀 滚到了一下 滚到了一下 看有没有第二下 这个位置应该是可以有的 对 直接有个第二下机会 直接第二下了 那在板子里这一变 那会不会被砸 哎呦 被砸了一下 那有点小亏啊 是的 因为你还要踩个板嘛 拉了一些距离吧 对 然后你切成人形态之后 还要跟着钻洞 那这有点难受呀 感觉还不如直接变破轮 再进一波距离 是的 是的 直接变轮形态 去拉进这个与祭司之间的身位 但是这里的话没有闪现 感觉也不是特别好追 好像是要等自己的一个技能了 就提前变看看不能闪现的机会 哎 假的到了 然后给到鸟 但是一个鸟加上一个虫 又拉开了十万八千里 是的 这本来感觉刚刚都要有了 这里的话再一个走位躲过 所以再撵到一下 那要打算闪现带走了 哎 放到脸上想堵闪现 哎呀 这边有打到 那这边又打到 那重新又过来了呀 好烦 这边又一个洞 我的天 就是强行用配合来打 是啊 因为刚刚犹豫了一下 没有用闪现 所以又被拉开了好远啊 这要不是一个破轮 真的这个人真的早就追不了了 对 再打洞 再打洞 哎呀 闪现的机会都不给你 真的好难受啊 一切人我就打洞 那你钻不钻 而且昆虫也可以来帮忙辅助了 是 现在密码机也已经是两台半 对 将近三台的一个节奏 这边的话祭司真的拖了好久 哎 一个夹子 但是没有夹到 前锋又来了 真的把这个配合的这种玩得好好啊 交闪 把闪现交出来呢 枯草这里就准备来安排你了 是的 这切轮 我们先滚一下枯草 但是这里有窗的 虽然有一接 但能拿一下 直接选择回来吗 还是说再滚一下 哎 想再滚一下 加速再滚一下 歪了 这里还有肉 再滚一下 就歪了 那可以进板 这样的话不好处理 而且那边自起是很快的 是的 而且捏也没有捏到 拖了一波自起 还打一个洞 哎呦 好难受啊 这个破轮的一追是强行被四个人来回拖延 是的 怎么说 这边的话选择坏人找到可可 对 找到一个没有鸟的可可 但是又回来了 他觉得算了 因为你现在毕竟要相当于换追重新找节奏 嗯 所以还是找一个扳装态的姿势 滚两下给它捏倒 这你总要倒了 但是密码机也都快养好了呀 是直接选择插野 然后扑草赶过来 这边准备滚出去 那找到18 不好秒啊 对 现在剩下两台密码机 已经是五六十的状态了 好 宝刺 把它锁在这里 哎呦 夹子没有中 但是这刀也没抽到 坏了 哎呦 踩到了这个甲 对 夹子夹中了 那可以选择挂在遗产 有一波 就跟刚刚那一局的节奏 是比较像的 是的 这里要选择挂地下室吗 那唯一的问题是因为 求生者没有救过人 所以化险为一都还在 对 因为这个是第一个上挂求生者 是 这样子的话 这里还拨满了 那他得蓝前锋秒前锋 才有机会啊 哇 葡萄正所谓在 刀间起舞 轮间起舞 是的 这里还没有扎到 真的好秀 咱选择来救人 先滚一下 但是没有滚到 一个帽子爆出来 人是可以 不好救 然后把夹子放在洞前面 对 因为镜子双是有一层刺的 但是前锋可以去救 是的 这前锋是直接救下来了 对 昆虫这里的话 还帮忙去辅助了一下 看一下 想要滚扑槽 终于是碾到一下了 那求生者那边是已经 果断选择多开一台了 对 他要再去守那一台 这三台就离得有点远啊 但是很难受呀 这边的话 想秒人 在这里又有洞了 是 然后求生者那边 还能翻一个板 先补满状态 慢慢打 我的天哪 这局 两边密码机等一下都能修 那橙子的话 这里 太难受了吧 对 而且他们现在是 两两一组这样来修 就直接扎到刺 就可以慢慢拔的那种 对 怎么说 橙子这里的话 不选择走 而选择直接再去 追一下可可 能带走 能带走的话 那边密码机也可以开始修了呀 对的 他就没有一个节奏 给他去挂人了 对 但他还是打算挂 是不选择挂 那想要来 套路一下枯草 抓枯草 但枯草的话 满球前锋 抓到了一下 半球前锋 也不是那么好去抓 这一个夹子 感觉能直接秒 因为刚刚 枯草是想拉球 但是被打断了 对 他想要躲刺 没有选择 就是说我吃了刺之后 再去拉球拉距离 对 然后可可那边是教了自己 直接去修机 但是 其实问题也不大 因为这边两台密亚机 能拉扯 所以这边橙子的话 很难去控住 是的 这中场还蹲了一个祭司 看到了 在脸上过 这边的话发现了 直接抱是把他捏倒 夹子没有丢出去 捏倒了 但唯一上过挂的昆虫 别的人都是一挂 对 然后两台密码机已经是80多了 是 把人挂在这里的话 唯一有一波手蚁的机会 对 现在让满状态的18过来救人 看一下18这边很聪明 直接贴到脸上 那密码机是压好了 是 直接亮 直接亮的话身上也没有刺 他们求生者身上 对的 这样的话想要去争一个平局都很难 爆刺变身 直接翻窗 脸上还有一点点虫子来 他手上还有两个洞 爱夹到了这里 但是昆虫可以保护一下 没有保护到 有点尴尬 还行 但是 因为祭司是没有自己的 他可以直接选择冲出来 是 那门能开吗 门是已经开掉了 对 这里门已经是开了的 但就看一下前锋跟这个18能不能走了 被找到 那他得去抓那个想去摸人的人 是 这里的话找到枯草一个变身 枯草球狼 别拉球 夹在这里还有一个夹子的机会 但枯草还有半颗球 怎么说 这个位置夹子没有中 枯草这里走位还是比较细的 细的 搬进来的话也不是那么好追 因为前锋的交互手太快了 那他得再滚一波 有没有人能去偷偷摸一下呢 有人已经去了 对 先这是从毒洞那边绕过去了 看一下橙子这边的一个嗅觉 有没有很敏锐 已经摸上了祭司 对 而且现在没有捏刺前锋还是处理不掉 还要等9秒钟啊 夹到了 夹到了 但是那边已经摸起来 而且是有大洞的 那等于说 胡大洞直接接门了 对 是一个每三出的一个局面 橙子其实最后也是给自己找到了一点 噢 刷在毒洞的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跟刚 这有一个一样的点 跟他的一个破轮 但是不太好就是了 对 可可这边是已经拉到了二楼的底下 那天赋的话是张狂跟底牌 对 这里看到了脚印 找到了 先知 但是不是那么好追的呀 是的 一个翻板加速 拉开了好远直奔墓地 就已经看在墓地前置了准备 这里话有没有一个预判夹呢 哇 拦路了 但是还是能拉 怎么说 哎呦 怎么 每次 牵制的牵制的 每次以为 有个这么个东西冲过来 感觉快到的时候 我就是出来干虫群 把你推回去 是的 那这样的话又被拉开去 而且没有找到昆虫 那可可这里的话 好很舒服的拉到了二楼啊 而且还有洞 对 在这二楼底下 已经是打好的一个转点洞 对 这里给你跳一波 等一下给个擦刀还能去钻洞啊 对 然后鸟也没有交过 这边夹到了一下 夹到一下 那打一刀 吃一波头铁的胜利 对 看一下可可这边的选择 接着钻 没有选择钻洞 对 选上二楼 没想到去跳下来再钻 对 那这里的话要考虑钻 没有第一时间找到那边的洞口 是选择从这边钻回去 然后再上二楼 对 又一圈 第三圈了加州 这个思路的话 真的令场子有点头疼 对 这个地方的话可以转墓地也可以 夹到了 这个夹非常精准 那还行 是在求人者疯狂配合的情况下也是 呃 在三台密码机之前将这个可可给击倒了 对 不过他的鸟还在手里 对 而且这把的话也是昆虫过来稍微帮忙了一下 密码机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那么多 对的 还是牵制的时间够久 是 就如果说这只鸟交出来 那就稳稳的三台骑过了 对因为这把的话它其实已经在二楼绕了三圈了 对的 那枯草骑着它的小野小猪猪来救人 这有没有一个手蚁的节奏 我两个 再放 感觉上过半了 对 所以就跑了 嗯 然后这次钻斗 要卡满就 这个局如果说卡半的话 其实有赢的机会的 对 感觉卡半的话就两波密码机差不多能够 对 而且它有鸟 它可以二六呀 是 嗯 那这样子的话 怪人被偷了 但可可这个地方不太好继续牵着还是有闪现 是的 有闪现的话这个鸟也不是很好教 这里 哎呦鸟没有给出来 是的 但是它可以选择倒在里面 让昆虫跟野人一起帮忙去辅助 对但是野人是选择了去S版那边修机 嗯 那感觉是要带鸟这个飞天了呀 但是虫群是过来了 有没有机会推一波 这个距离这么近感觉应该下不来吧 所以它给推回去了 应该下不来 应该下不来 讲道理这个位置要是能下来 那就太夸张了 而且它是带了这个浩克之道的 嗯 哎 那这样的话挂飞一人 看一下第二波节奏的闲间 密码机的话一台是在二楼底下 然后二楼上面有一台 能听到 看它选择追谁 对 但现在的话 橙子是有一个手密码机的机会的 哎呦 这个雕像放但都没有炸到啊 哎是没有注意到两个人一起翻窗吗 往独洞方向去排 哦 它对十八没什么想法 对 然后仔仔也是因为提前打过转点洞了 已经溜了 怎么办 剩下三个人都是难啃的骨头 那难啃也得凑合着吃啊 对 可是凑合着吃的时候 人家已经修了70的两台了呀 主要是这个机器它也包管 拉得很开 那来抓困虫困虫就一点虫了 诶 这边骗 但是还是被夹到 终于是开出了自己的一个二阶 是 把空中站下来 已经是往角落倒了 虽然说能一刀带走 但是其实最后一台密码机也快压好了 这边要不要直接出去呢 还选择那一个挂人 那这里的话卡半旧密码机就够了 那这边这个椅子有没有刷呢 那他们选择修的是独洞的那台吗 现在回去补了 回去补 因为刚刚还是稍微修了一下独洞的那台 对 然后让这个枯草的野人来救人 那密码机的话差的不多 其实5了已经 80了 那还是一波卡半旧 对的 看一下 感觉上的话大概率现在是一个平局节奏 嗯 嗯 这边密码机要压好的话也不太好硬 但是这里 这里的话有点小灰 这里还能不能救啊 嗯 但是会被秒一个 而且没有圈了 那感觉有说法了 城镇现在有一个三抓的可能性 自己躲掉了 嗯 哎呦 这边的话没有把它炸倒 但是 但是这个人是还是卡在了墓地外面这个地方 他走不远 是 而且祭司他得开门 他现在第一时间往回赶 那只要抢在宰子过来之前把石马给击倒 对 而且祭司手上是只有一个洞 不是很够 嗯 他是选择排一下门 然后觉得你会从红蝶这个方向绕过来 怎么说 听到了宰子的耳末 是的 但是没有炸牌 这再排一下门 他想到去祭导远处开门的十八 但十八还没有到 然后宰子是在地窖附近卡着 就排到了 到宰子了 知道你在哪里卡耳鸣了 但是很危险 如果宰子这边能把人救了的话 那就很难打了 小孩是想找十八 这十八不能倒啊 但这个时间的话 宰子是可以打洞过去准备救人的 哎呦 十八全部夺掉了 不对啊 宰子如果不救的话 那十八都是传送了吗 是 那这样的话 等于说还是一个能三抓的局啊 对 这里的话是要 这里翻不翻过去都很容易倒啊 这边的话 宰子是必须要救人的 因为这边监管者是一个没有带挽留的状态 而且手上的雕像不是说很多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呃 应该是能走一个的 这个崽子应该这边门能开 呃 应该是可以开的 好像 但是是有一个洞 会这个洞会不会送到脸上去啊 好像不好说 这个洞好像送到脸上去了呀 啊 没有交叉了 能不能开掉啊 这里是开掉了 哇 差一点点 好想啊 差点就被四抓了 没有说这个 哦 刷在毒洞的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跟刚 这有一个一样的点 跟他的一个破轮 但是不太好就是了 对 可可这边是已经拉到了二楼的底下 那天赋的话是张狂跟底牌 对 这里看到了脚印 找到了先知 但是不是那么好追的呀 是的 一个翻板加速 拉开了好远直奔墓地 就已经开开墓地牵制了准备 有没有一个预判夹呢 哇 拦路了 但是还是能拉 怎么说 哎呦 怎么 每次 牵制的牵制的 对 有个这么个东西冲过来 感觉快到的时候 我就是 出来干虫群 把你推回去 是的 那这样的话又被拉开去 而且没有找到昆虫 那可可这里的话 好很舒服的拉到了二楼啊 而且还有洞 对 宅在这二楼底下 已经是打好的一个转点洞 对 这里给你跳一波 等一下给个擦刀 还能去钻洞啊 对 然后鸟也没有交过 这边夹到了一下 夹到一下 那打一刀 吃一波投铁的胜利 对 看一下可可这边的选择 接着钻 没有选择钻洞 对选择上二楼 我想要去跳下来再钻 对 那这里的话要考虑钻 没有第一时间找到那边的洞口 是选择从这边钻回去 然后再上二楼 对 又一圈 第三圈了加州 这个思路的话真的令 场子有点头疼 对 这个地方的话可以转目的也可以 夹到了 这个夹非常精准 那还行 是在求者疯狂配合的情况下 也是 在三台密码机之前 将可可给击倒了 不过 它的鸟还在手里 对 而且这把的话 也是昆虫过来 稍微帮忙了一下 密码机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那么多 对的 还是牵制的时间够久 是 如果说这只鸟交出来 那就稳稳的三台骑过了 对因为这把的话 它其实已经在二楼绕了三圈了 对的 那枯草骑着它的小野小猪猪来救人 这有没有一个手蚁的节奏 我两个 再放 感觉上过半了 对 所以就跑了 然后这次抓走 要卡满就 这个局如果说卡半的话 其实有赢的机会的 对 感觉卡半的话 就两波密码机差不多能够 对 而且它有鸟 它可以二六呀 是 那这样子的话 快点 被偷了 但可可这个地方不太好 继续牵着 还是有闪现 是的 有闪现的话 这个鸟也不是很好教 这里 鸟没有给出来 是的 但是它可以选择倒在里面 让昆虫跟野人一起帮忙去辅助 对 但是野人是选择了去S版那边修机 那感觉是要带鸟飞天了呀 但是虫群是过来了 有没有机会推一波 这个距离这么近感觉应该下不来吧 所以他给推回去了 所以他给推回去了 应该下不来 应该下不来 讲道理这个月子要是能下来 那就太夸张了 而且他是带了这个浩克之道的 嗯 哎 那这样的话 挂飞一人 看一下第二波节奏的衔接 密码机的话 一台是在二楼底下 然后二楼上面有一台 能听到 看他选择追谁 对 但现在的话 橙子是有一个手密码机的机会的 哎呦 这个雕像放 但都没有炸到啊 哎是没有注意到两个人一起翻窗吗 往堵洞方向去排 哦 他对十八没什么想法 对 然后仔仔也是因为提前打过转点洞了 已经溜了 怎么办 剩下三个人都是难啃的骨头 那难啃也得凑合着吃啊 对 可是凑合着吃的时候 人家已经修了七十的两台了呀 对主要是这个机器 它也包管 拉得很开 那来抓昆虫昆虫就一点虫了 哎 真骗 但是还是被夹到 终于是开出了自己的一个二阶 是 把昆虫扎下来 已经是往角落倒了 虽然说能一刀带走 但是其实最后一台密码机也快压好了 这边要不要直接出去呢 我还选择那一个挂人 那这里的话 卡半救密码机就够了 那这边这个椅子有没有刷呢 那他们选择修的是独栋的那台吗 现在回去补了 回去补 因为刚刚他是稍微修了一下独栋的那台 对 然后让这个枯草的野人来救人 那密码机的话差的不多 其实五了已经 八十了 那还是一波卡半救 对的 看一下 感觉上的话 大概率现在是一个平局节奏 嗯 这边密码机要压好的话也不太好硬 但是这里 这里的话有点小灰 这里还能不能救啊 但是会被秒一个 而且没有圈了 那感觉有说法了 城市现在有一个三抓的可能性 这里躲掉了 哎呦 这边的话没有把它炸倒 但是 但是这个人是还是卡在了墓地外面这个地方 他走不远 是 而且祭司他得开门 他现在第一时间往回赶 那只要抢在宰宰过来之前把十八给击倒 对 而且祭司手上是只有一个洞 不是很够 嗯 他是选择排一下门 然后觉得你会从 红蝶这个方向绕过来 怎么说 听到了 宰宰耳鸣 是的 但是没有炸牌 就在排一下门 他想到击倒远处开门的十八 但十八还没有到 然后宰宰是在地窖附近卡着 就排到了 找到宰宰了 知道你在哪里卡耳鸣了 但是很危险 如果宰宰这边能把人救了的话 那就很难打了 小孩是想找十八 这十八不能倒啊 但这个时间的话 宰宰是可以打洞过去准备救人的 哎呦 十八全部夺掉了 不对啊 宰宰如果不救的话 那十八不是传送了吗 是 那这样的话 等于说还是一个能三抓的局啊 对 这里的话是要 这里翻不翻过去都很容易倒了 这边的话 宰宰是必须要救人的 因为这边监管者是一个 没有带挽留的状态 而且手上的雕像不是说很多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应该是能走一个的 这个 宰宰应该这边门能开 应该是可以开的 好像 但是是有一个洞 这个洞会不会送到脸上去啊 好像不好说 这个洞好像送到脸上去了啊 八十 能不能 能不能开掉 这里是开掉了 差一点点 好险啊 差点就被撕抓了 要说这个